大家好,我是云燕,今天来做雪花酥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准备一点小饼干和干果 干果我这准备了葡萄干,麦月门干,花生核桃 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 馅然,开心果都可以 准备65克黄油,50克奶粉,500克棉花糖 做雪花酥要用不粘锅做 不能用平常的铁锅做,不然它粘得很厉害 先把黄油放到不粘锅里融化 要黄油融化以后,倒入棉花糖 棉花糖融化以后,加入奶粉 奶粉拌匀以后,加入前面准备的干果和小饼干 翻拌均匀 现在非常的粘 拿一个盘子,底部铺上一点奶粉 把这炒好的雪花酥放到这盘子里面 右手给它按压紧实,按成一个正方形的块 上面撒上一点奶粉 用擀面杖给它擀平 擀成这样,凉了以后切成块就行了 凉凉以后,切成自己喜欢的块就行了 雪花酥就全部切好了,装盘了 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小甜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一下 我是云燕,下期见